这有两个问题 她说我在北京读书时 一来自广东 女同学讲了 她在广东读高一时 一笑语 天天与一些人 在后跟着她 并说出她心里想的事 包括个人的隐私 她想 她想什么就能够说出 她很害怕 在家里撤学两年 冲凉都不敢 因此常不固定的居住 怕的是被他们找到 曾几次受不了 要自杀 她很想知道为什么 心里想 想她那些人都知道 这个也是属于冤青寨主一类的 因缘聚会也 这是她来报复 遇到这些事情 遇到这些事情 这也是很好的逆身上远 逼着你 不敢不认真 陆离修 放下一切 妄想分别执着 你就得祝佛护念 得龙天善神 永呼 这些冤青寨主 自然就能够远离了 要真诚心求佛菩萨 如理如法的修行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能知道他的隐私呢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鬼有五通 像狐心他们的神通是修的 鬼的五种神通是报的 他不要修 堕落在鬼道都有这个能力 所以感应篇里面都讲得很好 巨头三尺有神明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居思林的鬼神更多 外面是祖团到这来参与的 很多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肉眼看得见的 要跟看不见的相比 看不见的比看得见多很多倍 七心动念不能不正 心念要成真 行为要成真 鬼神都会尊敬你 怎么敢欺负你 你心里面有隐私 不可告人的事情 这不是好事情 心里头光明正大 那是好事 鬼神再不敢欺负你 所以你把这个当作 逆增上缘的 侧尽自己 又活成不少事 第二个问题 他说夜晚梦见一个同学 活一个人在床边转来转去 要走的时候对我打招呼 要让我好好的睡觉 他要走了 从窗口走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 这个是你的 这一般讲啊 是你的气很帅 你的精神意志不集中 所以见到这些鬼神 虽然没有恶意 也不是好死去 你见到之后 见怪不怪 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常常想着他 多想福 多念福 这经上告诉我们 一福念福 信前当来 必定见福 那么这些不正常的机遇 自然就没有了 这位同学问 这是新西兰的 大约在三周前 我在坐晚课时 意念起我的祖母 当晚就在梦中见到他 双眼不见 说腿不能走 我当时叫他念佛 他照做了 我便离开了 又一周之后 我又在梦中见他 相貌完好 生活无忧 我心里便安心无虑 他请法师帮助我解梦 我帮你解梦 这个事情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 说到很多 说得很好 你们会记得吗 梦见 这个家亲眷属 是已经过去的 这些人 你梦到了 你梦到呢 这个时候 佛在经上讲 他有求于你 求你帮助我 所以梦到这些事情 我们应当 很虔诚的 诵经念佛 回向给他 他就要求了 所以你梦到之后 你要为他发愿 我念十部弥陀经给你 或者我念一部弥陀经给你 我念一万声佛号给你 我念十万声佛号给你 专为他念的 他来求你这些 你应当要帮助他的 至于你念多少墓经 念多少佛号 以修行功德 回向给他 这是你自己定的 你看看你自己 有能力帮助他多少 一定要帮助他 你这样做呢 以后再就不会墓经了 是 是 嗯